這是選前的58天 到底是馬英九總統去建了所謂的賭盤的地下的大亨 還是被抹黑栽贓 這個社會大眾一定要分清楚 否則未來這58天是沒完沒了這樣的情況 那麼過去所有的這種光碟事件 什麼再重新複製出來了 這個選舉如果沒有用奧伯 真的選舉就非常無聊 剛剛陳鳳馨是這樣講 他說馬英九也賠償 要退算 這我是不答應 那這幾個怎麼辦 這幾個都說謊 那就沒有人選 都殘缺不全 連總統都說謊 那就怎麼辦 這什麼標準呢 他跟我們前兩天要討論到這個事情 這事情誰講的 陳其邁跟梁文傑 民主黨有一堆發言人 國民黨有一堆發言人 那發言人都代表黨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那梁文傑在被質問的時候 梁文傑講什麼呢 他說五大劇本這聯合報寫的 都是媒體披露過的 民進黨沒有任何新的資訊 所以我昨天是怎麼批評梁文傑的 媒體寫的都是真的喔 要是我也每天看一週看我就回你了 誰跟誰偷心也是真的 誰跟誰怎麼樣 飛碟跑過來也是真的 媒體寫的不一定是真的嘛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評論 其實不老這個文傑兄費心 我們可以在這個民進黨的指控之下 做任何合理的評論 大家不必怕跑法院 我很期待剛剛韜哥引述那個點很重要 當初邱毅我在友台 我是怎麼罵邱毅的 你證據拿出來 邱毅我 邱毅那時候阿扁在執政 邱毅哪有證據呢 可是當年邱毅講的海外賬戶有沒有 我們現在回頭看有沒有 有咧 一直拿出來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有什麼證據 你有什麼苦衷 民進黨應該是拿出來 我們如果是真的的話 如果真的有 剛剛梁文傑講的 我們一起口租筆伐馬英九 而不是你在那邊講說 你怎麼樣 你們評論不要太過頭 你管我什麼評論太過頭 跑法院是我去跑 不是你去跑 沒有負責任到最後是 所以邱毅哥我必須講說 如果這個是 陳寅柱這個事情是抹紅 改成抹黑的話 大家要看清楚了 我先抹紅你 沒有辦法得逞 我就抹黑你 反正有媒體配合 為什麼不行 就這樣搞 這個東西如果真相大白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絕對是已經選舉完了 到時候講什麼都不行 現在不能夠這樣子 真相大白就是要現在 如果 這個文傑先生 如果有證據的話 陳其邁也提了 明天就要拿出來 可以總統府最後一個晚上 這合理 一個晚上 你今天馬總統如果前面搞錯了 今天晚上還可以做澄清 稍後可以打電話進來 但是如果到了明天 明天就是最後大件了 我們就希望總統府把事情想清楚再回答 因為范江泰基過去這一段時間 他講了很多話 其實後來都是證明 是 其實是在說謊 譬如說他那一次說他這個馬英九沒有去看李登輝總統沒有先告訴記者 他明明就是范江泰基自己本人叫中央社的記者發這個訊息的 這個我們已經指出來過了 所以范江泰基講的這些話 對我們來講 我還是希望說這個總統府能夠先想清楚再回答 對 明天就是要拿出這個證據 我們稍後還會針對這一點 如果馬英九總統是這樣子在今天說謊 則無旁貸 如果民進黨這樣指控毫無證據 范江先生 這個社會大眾要有一點公道了 這裡面是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因為現在可能會導引到馬英九跟陳盈柱先生有關聯 但是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我們順著這個去的話 這個台灣這個社會是沒有任何的信賴可言 今天一件事情很清楚 到目前為止 9月10號那一天有沒有見面 先把這件事情釐清 現在就應該是已經牽扯來牽扯去 9月10號那天有三個人是主角 馬英九 黃敏慧 還有陳盈柱 那三個人都說沒有 那你民進黨說有 那你拿出證據來 你就拿出證據來 如果大家就跟著剛剛講的 又是螞蟻來 又是吉普聰 又可能是廖寮裡 又可能是吳錦林 這個串來串去的時候 你就會造成一個 其實那就是又紅又黑這樣的一個帽子 這個怡雲往馬英九身上套 這是選舉策略 可是我們不希望選舉 永遠在重複著過去的那種抹黑式的 想像式的 栽贓式的 或讓人家去連結式的那種不負責任的選舉 這個時候現在為止效果已經達成了 很多這個媒體 尤其電子媒體已經說了 馬英九總統過去不是反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職棒打假球嗎 那怎麼會跟這種人接觸 這整個已經連上去 所有的效應已經有了 我認為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懷疑 而且要經過檢驗才值得信任 所以我先鼓勵文傑 發揮黨外的精神 揭開事實真相 我鼓勵你非常懷疑非常準確 非常堅持到底 一定要做到 但是我要提醒 一旦如果你沒有做好這樣子的準備的話 老話一句不能先隔空賣藥 讓大家感覺到我們都勝虧 這樣就不太道德 最後提醒一下一週刊 美國新聞學有一本新聞系學生必讀的書 叫做《衛食的狂熱》叫Feeding Frenzy 它主要是告訴說 攻擊新聞學如何改變了美國的政治 政治人物要攻擊 他背後有很多醜聞 密心 亂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不正確的 不恰當的 不基於事實的攻擊 會造成共和國信賴基礎的崩潔 文傑是一個我認為民進黨裡面 非常有理想性跟理性的一個年輕人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精準的攻擊 幫台灣抓出壞蛋 但是不精準的攻擊 後座力很大 我補充一個例子 我上次揭發趙立雲的農舍 事實上證明他也是違法的 他今天已經被國民黨不分區立委驅除了 所以我講話不會信口開合 但是不同樣的這個東西 這個所謂八大的劇本 幫助馬英九助選 這就是文傑先生提的 這其中的第五套劇本 就是你也指出來 就是高金委員拿了這個中國在2009的這個意義 然後是不是 這跟第一個高金委員昨天在打電話來 直接說你應該跟他道歉 所有的錢他已經都發出去了 而且跟馬英九沒有半點觀點 怎麼他會變成第五套劇本 我想高金委員他那次為什麼拿到一億 很簡單 他事前先帶了一群原住民去日本做抗議 說所謂要還我祖靈 要把這個原則高山的靖國神社這個事情 然後接下來從日本就直接飛機飛到中國大陸去 到北京胡錦濤接見 而且高金是用台灣少數民族代表出現的 當時的王毅他是用中央台辦的身份 什麼叫中央台辦 就是中國共產黨下面的一個機構 用中央台辦的身份說我給你兩千萬人民幣 給你兩千萬人民幣 所以這個錢他不是中國的國家的經費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經費 這跟馬英九的治權有什麼關係 現在對中國來講 對中國來講原住民的統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他為什麼這筆錢他沒有寄到海基會 他沒有到內政部他直接給高金 高金選一次局他才兩萬票 兩萬票如果手上有一億的資金可以運用 那多好用 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 統戰是陽謀不是陰謀啦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些事情沒有一件事情 你們到現在沒有回應跟馬英九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樣的這個筆錢 楊文嘉剛剛講的比較理性的 對楊文嘉怎麼好意思呢 楊文嘉你是什麼判斷力啊 對啊 高金在立法院是和誰配合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稍後回來 再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來檢驗 不過今天的一個關鍵點 因為這一則很多如果缺乏這個判斷力的話 這則新聞就被淹沒 但這則新聞是關係到台灣整個政局的發展 這過去國民黨從來沒有一次提過 像樣的所謂代表黨的意志的 代表黨的形象的不分區 今天出來的名單 社會大眾自己來檢驗 稍後我們針對這個話題 什麼一週刊的爆料跟這個民進黨 今天指控馬英九 涉及到跟所謂的地下賭盤大亨見面 在今年的這個見面 馬英九總統府承認說在2008 2009 但是在今年沒有 那麼稍後我們會針對這個話題 這牽涉到的馬英九總統如果是說謊的話 那根本根本不用再選 可是如果爆料者不拿出證據 也是民進黨黨來指控的話 那蔡英文女士也面對同樣的責任 這時候我們稍後歡迎觀眾朋友一起 在大選前58天的最新的可能一些的發展 不過在今天國民黨提出來的 所謂的這個不分區到目前為止 所謂的這個是不是清新的 是不是個專業的 是不是具有高度弱勢的 這是我們今天對比民進黨跟國民黨前20名 就不分區的這個前20名 如果從弱勢跟專業提名前20名 民進黨是不是只有陳潔如社服代表 田秋錦目前已經是立法委員 但是也是不是還算是所謂的專業 黃淑英雖然在不分區之外 安全名單之外 但是也算是還算是 他是塑化劑專家 對 塑化劑專家 所以我們這邊是打個瓜虎 那這個是國民黨今天提名的 所謂的這個專業跟弱勢 包括了這個兒福執行長 包括了歲改學者的曾駒威 韓併基金會的楊玉昕 環保署的副署長邱文彥 教育的立委洪秀柱 我插個嘴 洪秀柱不當跟教育界已經離開那麼久了 他當立委當那麼多屆還叫教育立委 勞資學者吳宇仁 李桂敏財經學者 蘇清權一屆人士 陳碧涵客級文化界 引起名是政務委員 楊智良是前衛生署署長 後面那兩個我覺得也不能算 如果要跟民進黨同個標準比的話 也不應該跟民進黨 那就扣掉三個吧 我認為應該至少說 我們還有游美女律師 他代表婦女界 還有一個吳怡禎律師 他代表客家 第三名 四位 這個整個的對比合作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用很簡單 專業性 整個的分布的平衡 以及這個部分區 是不是做一個政治的交換 這所謂的政治交換 很可能跟他的地方勢力做政治交換 然後很可能是跟他的這個 長期的一個地方耕耘 做這些政治交換 我必須要說 民進黨現在 好意思把田秋錦 黃淑英 端出來說是他們的環保代表 黃淑英在塑化劑這件事情上面 他所表現出來的 捍衛塑化劑 必須要使用不能禁用的 那一個專業性 要說他是環保立委 我覺得很多的環保團體可能都要吐血 坦白說 今天早上 我剛拿到早報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早報的新聞一定是 國民黨裡頭有人刻意透露 所以各報寫法通通都一模一樣 然後透露出來的名單也都一模一樣 我看到這名單的時候 我其實就已經嚇一跳了 我也想說 因為是假的 對 某種程度會起來說 會不會下午出來的名單 跟這個整個的狀況會不太一樣 沒有想到下午出來的名單 我必須要說 其實反而更漂亮 你說這裡面有沒有政治人物 就是屬於有實力型的政治人物 當然有 台中的紀國洞啊 這些 你難道不是地方的實力人物嗎 是 可是我們要問一句 就整體的一個專業的一個分部來講 你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 我覺得為什麼財經界的人 你不能夠列進去 讓大家好好看一下 財經也需要很大的專業 這裡面他也列了一些財經的 一個真正專業的人才 我覺得這一部分的名單 其實兩相比較 最後一個比較就是 有案在身的立委 也要被提名不分區嗎 民進黨這件事情 是最讓人詬病的 基本上民進黨是挑戰者 民進黨是在野 民進黨長期以來 那個清廉 那個整個改革的形象 對台灣人民是一種感動 這在2000年之前 我們在現場幾位 都是那種深受感動的 可是今天 如果看到國民黨的提出來 民進黨是不是能夠面對 我覺得國民黨這次提的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滿讚賞的 我們今天蔡主席也講了 這個國民黨這樣提是不錯 那其中有一些我必須特別講 雖然大部分的人我不認識 我必須要Google我才知道 可能跟大家一樣 但是有一些人譬如說像 陳碧涵戲曲學院教務長 我想他未來很有可能去接文件會 那總比甚至很好 因為他畢竟是文化界出來的 他不會去弄一個 兩天晚上燒掉兩億的活動 那曾巨威 我想如果馬英九用曾巨威的話 那如果他未來能夠成為真正的財政部長 而不只是一個不分區立委的話 那很好 因為曾巨威據我知道 他這幾年來 他對李樹德是不斷的罵 對 凡是這個 這個賦改會 賦稅改革會議 他就在裡面罵 反正李樹德就是最敗家的部長 不斷的為這個富人減稅等等等等 所以我希望說未來 其實這些不分區立委 我剛剛特別舉出這兩個人 他們能夠成為國民黨的 就是說假如啦 假如啦馬英九真的有幸能夠贏的話 他們能夠成為這個入閣 成為部長 不要作為不分區立委 不是 這個是話題扯遠了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分區的 這不分區就是整個代表政黨的意志 是不是展現出來它就是改革 可是我們稍微讓觀眾朋友來看 這個不分區這樣子的 大家覺得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大眾 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還可以獲悉你說 這個沒什麼差別 差別很大 蔡英文主席在將近三個半月 四個月以前 說我這已經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局限下的最好的 可是局限下最好 稍後我們對比 這是要有準備破斧成州 這是要準備不能當選 因為你要提這種名單 你所謂清新的 清新沒有票啊 如果我們社會大眾也覺得無所謂 這整個以後台灣就是如此嘛 不是 我不這麼看 我認為如果馬英九總統 在兩個月之後順利連任的話 剛剛你講的這份不分區的名單 一定是很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 因為它其他地方沒什麼表現 這個名單非常好 你剛剛拿來跟民進黨的這個名單 做比較 非常用力的在羞辱民進黨 為什麼 民進黨的名字都不會看你 剛才陳鋒欣說 一碗載心 那個還客氣啦 裡面這個圈圈叉叉的一堆 我們可以待會兒慢慢來談 我必須先接 剛剛韜哥提到說 你今天挑了兩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陳鋒柱 有一週刊可以抄 先抄再說管它是真是假 國民黨的部分去抓 早上只有三四個可以抄那怎麼辦呢 下午名單出來的 也不曉得狀況性怎麼樣 他們必須等到明天日報出來 有角度可以切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怎麼做稿子 但是我希望觀眾朋友弄清楚 剛剛講的陳鋒柱 那是沒有證據的 至少梁文傑還沒拿出來 他可能必掃自爭 他現在都放在床底就不要拿出來 都無所謂 必走 謝謝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這個名單 為什麼 韜哥我們有不分區立委以來 我必須這樣講 這份名單是最漂亮的 我也同意 這有不分區名單以來 這個東西 我最後講一下蔡主席做的結論 蔡英文的確有回應 剛剛文傑兄講的 但那個回應不夠大氣 而且酸溜溜的 我真的是呼籲蔡主席 也請文傑兄是不是能夠幫忙 在登記之前 民進黨還可以改 超哥這個是政黨的良性競爭 10月25號 還可以改 蔡英文應該是召開臨時中常會 因應國民黨提出優質的名單 民進黨馬上做改變 還來得及 不是這個我們所有針對這個名單 我們在現場的幾位 揮文先生 創下先生 大家都是摩拳擦掌 準備要對付 不敢相信國民黨會做出來這樣的東西 但是長期以來他是做到 我們稍後也跟這個 楊智良先生 來這個衛星連線 楊智良先生目前仍在這個中部 楊書王你好 你好 陶哥跟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稍後要請教你 就是你今天也看到了 你目前排在19 在您的這個感覺 在19之前 你是不是認為說 都是您認為說 可能都可以 你滿意的 我稍後再請教您這個問題 其實我今天看到 這個 是 對不起書長 我稍後再請教問題 在現場的創下先 好 我今天看到 早上看到這份報紙的時候 謝謝我們的 我倒是 我講實話 我對國民黨的一個認知 我會覺得說 哇 在湊水溝上 先拿出了漂亮的遮羞布 因為我會認知說 先放出這樣的消息 這幾個人選 大家覺得可以 可能剩下就沒了 剩下就是 藏不辣夠的疏紅道或什麼的 但是今天 雖然我常常罵馬英九 但是我真的就講說 真的 你先跳開那些個別名單 這個恐怕是馬英九 60年來這輩子 最浪漫 大膽的政治冒險 那要先講是什麼 基本上裡面的名單 你對於個別人的個人或什麼的 我們熟不熟 要不要Google 可是你看到他名單的一個鋪陳裡面 他給了我們 終於在20年的不分區名單裡面 過去的思考 大家討論都是 政客的權利 如何分配 今天你這些人 是不是每個人都能試任 是不是每個人到最後上來之後 拿到權力之後 會不會變形那是以後的問題 可是整體名單 你看到這個名單裡面 就算裡面有政治人物 也不是那種望之深厭的人 多數人不是 他基本上馬英九 這一次願意去思考 人民的權利 所以不是去拿去跟蔡英文比 不是要去羞辱蔡英文 而是終於讓我看到 20年來不分區的設計 終於有一個領導者 他願意從人民的權利 這個利是利益的利益 而不是政客的權利的角度 我先講這個 至於說後面 馬英九他當然有很多風險 那種風險包含地獄方派系的反彈或什麼的 但是馬英九能夠做這麼一個浪漫的政治冒險 這個東西民進黨不能在那邊只想風涼花 我們這稍後回來也歡迎所有的觀眾 今天如果台灣社會覺得說這個是無所謂的事情 我們台灣社會幾乎就已經是毫無希望 大家都一樣沒有機會 馬上回來還有楊智良前衛生署署長也跟我們對話 那麼前署長對這個份名單他排在19 前面18他個人的看法稍後回來 不是